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主角。 一个主角呢,就是我们前面两个回合,比较用心的专注在这个section模式上,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角。 那第二个主角呢,就叫做PS模式,叫做Paxi-Stop设计模式。 这是我们这一个小回合,比较重视的,比较专注的这个设计模式。 好,那其实在这个PS模式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尤其是在这一个加瓦城跟西加加城,我们都讲过了。 只是在这里呢,担心您这个会忘记,所以我再帮您做个复习。 好,这个PS模式的主要用途呢,在于这个封装这个接口。 例如呢,封装这个I,Buy的接口。 I might的接口。 把它封装出来的新的接口是什么呢? 比如说,新的接口呢,就是我们看过的I-CAMERA。 还有接口是I-CAMERA。 CLAIN。 这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都比I-B接口好用嘛,对不对? 那所以呢,这个因为它能够包装新接口,包装出新接口,所以我们这个让它成为这个斜天子与令诸侯的一个主要的架构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够封装天子的接口。 的接口。 然后呢,提供更好的自己的接口。 自己的接口。 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proxy跟stop类,把这个proxy跟stop类, 就把它 称为这个潮潮类。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典型的这个native service的结构。 因为native service在它自己的进程跑。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I-B接口。 需要一个I-B接口。 因此呢,它就来继承这个 Bmy.cpp 就可以啦。 那Cly就从这边来调用。 Cly就跨进程的来做调用的工作咯。 好啦,那我们要来 使用 VP interface这个模板。 VP interface这个模板。 以及呢,VN interface这个两个模板。 来协助我们建立 这个超超类。 也就是proxy跟stop两个类。 那我们现在 就以这个 VP interface的模板 来帮你 先做个复习。 先做个复习。 好。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一个 VP VN interface这个模板的定义。 这是 这是Android提供的 提供的模板。 然后里头的参数呢 是这口 参数是这口 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 在使用VN Interface的时候 里头要放的是I 这个就是 J口 所以我们要定义J口 使用模板 这叫做J口加模板 模板加J口 都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怎么定义J口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I MyService的J口 那这J口呢 里头都是抽象函数 在C呢 函数的尾巴 J0 就是一种抽象函数 抽象函数OK 所以在 在C里头呢 在C++ 没有Interface 这个Keyword 就在 C++呢 使用 这一个 Pure Extract Class C++ 来 定义 J口 所谓Pure Trade Class 就是说 你在这一个类里头 这是一个类 用类来定义J口 这是C++的做法 其中的每一个函数 都是抽象函数 叫做 纯粹 抽象 类 OK OK 好 那我们定义好的 ByMyService的J口 就可以 运用这个模板 模板在这里 所以模板加J口 这是模板 所以这是模板 模板加J口 就得出一个 叫做模板类 所以这个叫做 模板类 OK OK 这有模板 产生的类 他一方面 继承的Mider的 框架 这是VMider VMider 得到了IVJ口 同时也继承了 这个 J口 定义出来的 这几个函数 OK 所以呢 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模板产生的类 这个类呢 我们称为叫做模板类 就是这个 这叫做 那这个是STOP的模板类 然后呢 再从这个模板类把它继承出来 这叫做STOP类 好 那因为模板类不能写代码 你不能把代码写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写在他的类类 因为我们必须加我们自己的代码 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这个是自动产生的 所以呢 我们没有 不能把代码写在这里 那但是我们又必须做一些代码上面的一些 克制化 所以呢 只能写在他的类 所以因此会 长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 我们就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就是一个模板类 他本身就继承了V-Miner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模板本身就继承了V-Miner OK 所以产生出来的模板类 他自然就继承了 继承了V-Miner 这是模板类 然后再来产生 这个模板 STOP类 这是为了我们要去实现 OnTransact要写代码 这要写代码 而且呢 要定义出 新的 三个 这个抽象函数 OK 那 这个抽象函数可以从上面继承下来 但是这里头要写代码 对我们代码不能 这个里头的代码不能写在这里 所以只能写在这里 OK 好 那 这个基于这个STOP类 就是这一个 这是STOP类 那这个是STOP模板类 OK 这个是STOP STOP模板类 OK基于这样的一个STOP类 我们再来写Service 我们定义的Service就写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 STOP类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NativeService Service类 OK 就这样继承下来 所以就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叫STOP模板类 这个叫STOP类 这个就是我们的Service类 Service类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上面的这个IVJ口的实现类 OK 那么把 这两个类合起来就扮演STOP的角色 就是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的STOP 就是STOP的 位置 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 可以用这样的来表示啦 就直接用这样表示啦 因为可以比较节省空间 同样的 我们刚刚有 有说过 在上一个小朋友说过 我们可以在画图上面 有时候把这个省内掉 因此呢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放一个STOP 放一个STOP 好 那这个 有了STOP之后呢 我们就会考虑到 PROXY跑到哪里去了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接着 既然 既然有这边有STOP 那么我们已经想这边应该有一个PROXY 对不对 PROXY 所以呢 我们就使用VP interface模板 来生产PROXY类 好 那这个PROXY类呢 大家都知道 长在这个位置 长在这个位置 可以让提供一个更好用的接口 给坑安来使用 然后他又包装了IV接口 然后再由STOP 再往下 调用 那就是标准的 这个PROXYSTOP PS模式 标准的PS模式 OK 那这个就是 PROXY类 这就是STOP 其实他们都是有两个类构成的 有两个类构成的 好 好 那这个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PS的时候 这个模式呢 那在 CAMERA SERVICE所扮演的 角色在哪里 形式在哪里 OK 所以呢我们就回忆一下 在Android里头呢 CAMERA SERVICE采用的Section模式 这个就是Section 就是 每个Client都会一个Section 来对应它 来对应它 Section模式 这是我们 在上个回合说明过啦 在CAMERA SERVICE里头 已经采用的Section模式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基于这个既有的Section模式呢 那我们想来加上 做跟PS模式做一个美妙的结合 做一个美妙的结合 好 那我们就 回到了 这个位置啦 我们就想一想 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 那我们的 这个Process W 应该摆哪里呢 应该摆哪里呢 想也知道 因为这里头是 是VMI的 我们省略掉了VMI的 所以呢 这个STOP应该放这个位置 STOP应该是在VMI的底下 然后这边再继承下来 OK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STOP应该摆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一个Proxy呢 要提供接口给Client用 所以应该在这个位置 Proxy OK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好 所以我们就 勇敢的加上去咯 把PS模式加上去咯 因此呢 加在这个位置 这个STOP是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Proxy是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把它加上去咯 这边加一个STOP 这边加一个Proxy 那他提供这个 iCamera接口 给他来用 iCamera接口 给他用 所以呢 他有比较好用的接口 那这个接口 包装了这个接口 包装了这个接口 OK 那这样就可以让 CameraClient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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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到这个Camera Service 扣到Camera Service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Section 那 这个就是Start 这叫Proxy 所以这叫做 Section加 PS模式 的一种结合的基本结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就这个Proxy来讲 对不对 就这个是角色啦 那其实 如果用的是 如果用的是VP interface 这个模板 来产生这两个类 来产生这个角色 就是说 这个在实现的时候 实现代码 上 如何 使用呢 那如果使用的是VP Interface 这个模板的话 对不对 那它变成两个类 所以 如果是 使用这个模板 的话 那它就产生两个类 叫Proxy模板类 Proxy类 那这个Proxy模板类就是长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一个 Proxy类就长成这个样子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刚刚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的角色 它的实现代码上 如果使用的是VP interface 这个模板 那它就会有两个实际的类 来构成的 一个就是 这个模板类 一个就是 这一个 Proxy类 这个叫做 Proxy 这个模板类 这个叫做Proxy类 OK 是有两个所构成的 同样的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Stab 其实也是有 两个类所构成的 有没有 这里 这个叫做Stab的模板类 这个叫Stab类 OK OK就是用模板来产生的 模板来产生的 OK 上图在调用的时候 CAMERA CLINE 可以把自己的IV接口 传给CAMERA SERVICE 目的就是要让 这个 NY 可以callback 到这个 到这个访客 OK 所以是让 或者是 让CLINE也可以 这是助理 让 让NY或助理都可以来 callback 这样子 就像这个图 就说 这个CAMERA CLINE 为了让他可以来调用 所以他提供一个IV接口 那这个CLINE就可以 callback 这一段就是CLINE 的 的 的callback OK 可以callback 所以那怎么让他可以callback呢 就是他在扣正向的扣过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是E 扣过来的时候 扣到SERVICE 再来他才扣callback回来 所以 在扣过来的时候 就把这个IMID当参数 把这个I MID的这个 当参数 把他传递过来 那他就可以callback回去了 所以呢 那这又很剩一个callback的动作啦 所以我们马上又想到 那这里是应该要放的是什么 放的是STOP 这里应该 放的是什么 放的是PROXY OK 所以呢 就勇敢的加上 PS模式 就加在这个位置 这是放一个PROXY 的角色 这边放一个STOP 放一个STOP 这样子 因为这边背后也是一个 V MID 类的 类他实现他 所以STOP应该是要继承他再下来 这样子 OK 然后这里的位置是要提供一个好的J口 好的J口 让他可以来调用 OK 调用 所以 这里头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要放一个PLUSY 这样STOP 那如果用 这一个 模板来产生 所以这里又变成有两个类 有两个类 这边有两个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用模板来产生 所以产生一个STOP的 这是角色而已 还没有用模板产生 OK 这只是一个角色 意思说这边要 这边要放STOP 这边要放PLUSY 所以这里要放一个STOP 这边放一个PLUSY OK 让他可以扣过来 那这一个 这一个角色如果用模板 那就变成两个类 一个模板类 一个 STOP类 这个如果变成用模板来实现 他也变两个类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 怎么变咯 这两个怎么变咯 所以呢 如果使用模板 那就会产生 两个PLUSY有关的类 两个STOP有关的类 那这个模板类就是用VP Interface 来形成的 那这是用VN 产生STOP OK 因此呢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再对照一下 你看 这个CLINE 对PLUSY CLINE对PLUSY 所以CLINE 对 这个PLUSY的两个类 这叫PLUSY类 这样子 然后这一边 这一边就对两个类 这边就对两个类 这对两个类 这个类叫做 STOP类 对不对 这类叫STOP模板类 那这就是 CAMERA SERVICE的一个标准做法 以上收银的 CAMERA SERVICE的服务 的幕后 使用的VP 跟VN Interface模板来形成 这个PLUSY跟STOP两个类 那 刚刚我们看过了两个J口 一个J口就是这个 ICAMERA SERVICE的J口 透过 STOP跟PLUSY 来把它包装出一个好用的J口 那么也看过另外一个J口 也看过另外一个J口是 用PLUSY跟STOP来包装出一个ICAMERA J口 ICAMERA J口 OK 所以我们看过了两个J口的包装 都是把IMI的J口把它包装成 比较 好用的J口 OK 所以我们这边 说我们刚刚 这一个 已经看了两个J口 看了两个J口 那我们现在 其实在CAMERA SERVICE还有一个J口 叫做 ICAMERA SERVICE J口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第3个J口呢 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 在Code Connect的时候用的 我们有调用一个Connect的部分 因为Connect是要对 所以 原外做通信的 是要找原外的 那原外才去诞生这个助理 但是在Code Connect的其实也是IPC 所以他也需要IPJ口 对不对 所以一样 也加两个类 加两个 加两个类 好然后呢 这边也加两个类 所以这边 扮演的是Plexi 因为是由Cline Coco来的 这边扮演的是STARB 所以这是CAMERA SERVICE里头的第3个 这一个 啊 J口 这也是透过 这个Plexi 啊跟STARB这个模式 也透过这个 两个模板来产生的 OK 那我在这边 就帮您 解释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啊 再来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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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电视频 Hagoray